我才發現 原來車人優和芝士的軌跡 是這麼近我的生活圈 你怎麼想要? 怎麼想要? 我們剛剛看到下面有一條東西 就以為 這個是男生的那個 最近韓國醫生大把公 他們通常都是大學醫院的醫生 大家好 我是金凌 在我上次出完懷孕公佈片之後 也有很多人DM問我 究竟我決定是香港生還是韓國生的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做的幾個大決定 以及這些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我會在香港還是韓國生呢? 答案其實都很明顯 就是決定在韓國生的 但是在我做這個決定之前 我也有考慮過在香港生的 但是原因我稍後再說 首先講一下為什麼最後會決定在韓國生 第一件事就是我的另一半是韓國人 當我到時候要入院準備生的時候 所有的計劃的東西其實我想都是靠他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他剛好身邊都有在韓國做醫生 還有在韓國做護士的朋友 還有在韓國做藥劑師的朋友 他的韓國朋友就是在三星醫院做醫生 雖然他們不是婦產科 但是他們都很熟悉的運作 在再早期一點 他藥劑師朋友 我們就會問他推介給韓國媽媽去吃的薪製 哪些好 哪些需要 哪些不需要 綜合所有這些information的情況下 很簡單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會在韓國生 決定在韓國生之後第一時間就要找醫院 我們找醫院當然是問他在韓國醫院做醫生的朋友 還有做護士的朋友 一開始我們本來都覺得 兩個都在大醫院那裡做 好像說如果員工預約的話 有優先的福利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近韓國醫生大罷工 他們通常都是大學醫院的醫生 譬如說延世大這些醫院 就是叫做大學醫院 其實他們的規模是最大 也可以說是設備最完善 總之就是大家在韓劇裡面看到那些大醫院 就是那種大學醫院 大家都看到新聞都會說 那些醫生罷工到 有一些準備要生的媽媽 都好像突然間被取消預約 或者是不夠床位等等的問題 因為很多醫生就沒有當值 而他兩個朋友剛巧都是在這些大醫院那裡做 特別是三星醫院 都是出現了不夠人手的問題 如果我們是預約了那間醫院的話 就是說有機會去做產檢可能都要排很久 上一次我們去拍照的時候 都有跟重吉利聊過 就說在大學醫院生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其實好的地方就是 大學醫院也算是這麼多醫院裡面 最高級別的醫院 因為他們的設備是最完善的 但是其實大學醫院 存在的目的比較是助於救人 當你有一些很危急的情況 通常就會被移送去這些大學醫院 而對於一個準備生的準媽媽來說 通常這些大學醫院 都只會是接受一些比較危險的case 難易到高一點的case 譬如說你雙包胎 多包胎 或者是高齡產婦 或者是危險性高一點的case 如果你選擇了是劏肚生的話 那些大學醫院 它沒有那麼考究那些傷口的位置 他們之前有時候有些case 不是說生小朋友 就算是可能弄傷入醫院要縫針 其實那些醫生 都是會首先以你 就是看伏為目的 就不會說特別研究 怎麼可以縫得好一點 怎麼令你疤痕沒那麼明顯 從今來都會跟傷者說 其實你們最好之後 都是去那些整容醫院 或者是坊間的皮膚科那裡再看一次 那些醫生就比較會著重手勢好 還有將你的傷口 復原得比較漂亮的層面上面 對於一個如果你是本身健康的媽媽 BB都沒有問題正常可以出身的BB呢 其實他們會比較 所以我們會選擇私人醫院 我們會選擇私人醫院 第一是比較近我們家的 不用老遠去到大學醫院 第二是醫生的設施和服務 都會比大學醫院好 第三是沒有那麼受醫生罷工影響 因為今天這條片其實最重要 就是帶大家去我準備會生產 生產? 我準備會生小朋友的那間醫院那裡看 所以我就要在這裡說說 究竟我們最後其實是選擇了哪間醫院的 他就做了一些功課 你在媽媽咖啡找到嗎? 是啊 不是我加入的媽媽咖啡 是他加入的 找到我們最有名的 不是 只是兩間 他就在Mum's Cafe那裡看了兩間 一間我其實經常開車經過都會看到 另一間我沒有去過 但是我在去之前已經在Naver Map那裡 看了幾百萬次究竟外形是怎樣 周邊是怎樣 憑感覺因為之前經過那間 我就覺得有點舊 而且他拍車的位置很不方便 好像很小 而且第一次是 旁邊的大學病人很多 所以我就覺得很適合 然後第二次是 我在網絡上網絡上 查看了 查爾夫是在那裡的病院 那裡的病院 那裡的病院 但你最初是在那裡的病院 那裡的病院 那裡的病院是在那裡的病院 患者的訊息 那為什麼他會知道 在那裡的病院出生呢? 就是因為 就是車仁優那個出生市寫著 三本那裡 三本堂可以接生的醫院 就只有一間而已 那裡的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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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就是 除了車仁優之外 那裡的病院 那裡的病院 就是他講完之後 我馬上搜尋 我才發現 原來車仁優和 Jisoo的軌跡 是這麼近我的生活圈 因為車仁優 他是住在三本市 他是從幼稚園 小學到高中 都是在那裡生活的 那裡其實距離我們家 是開車15分鐘 Jisoo是由他幼稚園 到小學 都是在我們家附近那裡讀的 還是Jisoo出生的醫院 如無以外 我們就會在那裡生的 我不理那麼多 我看到周邊 又有什麼Olive Young 有Cafe 到時候如果是我媽 或者有朋友過來探望我的話 這樣也可以去到附近 很輕易地 獲得一些生活所需 第四 還有一個其實也挺重要的原因 其實我不是真的 因為車仁優 所以去 就是因為我要訂月子中心 那我就問月子中心 你們會推介哪間醫院 或者你們最多孕婦是去哪間醫院生 那他那時候就馬上跟我說了這間醫院的名字 那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間醫院 跟月子中心是有connection的 如果我在月子中心裡面 小朋友啊或者媽媽 有什麼事情 他們24小時 都會很方便去pick up你去那間醫院 生完之後 他們都會有一定的service 去幫你 Jisoo公 Jisoo公 那裡這樣移動 啊真的嗎 啊真的嗎 那我沒有了 那你這麼說 那你還是要娶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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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那間婦產科呢 他就不是的 我是要脫褲 然後去換一個泡 然後躺下 那他呢 就會在你的私密處那裡放儀器進去 我不是說去過很多次這種婦產科報道的 所以第一次去做這個產檢 可以覺得有點尷尬 就是有些不知道怎麼說的感覺 就是要忍著的感覺 但是呢 我就覺得我做得最好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 幸好我在做產檢之前 有做到私密處的脫毛 我這個私密處的脫毛 就不在外面做的 是在家裡做的 因為我之前就收到一部家用的脫毛機 就是這部韓國全自然代言的 You like 家用脫毛機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IG 都見過玉奶奶 不斷用這部 對著自己在那邊 帶著黑超 很多人都問我是什麼來的 其實就是這部脫毛機了 因為其實玉奶奶 是很想做這個激光的脫毛 去脫她的鬍鬚 那她拿到這個回來就很認真試了 她的原理就是用一個高能量的IPL密充光 去穿頭表皮 讓你黑色的毛囊吸收了一個能量之後 就會轉成熱能 然後你的毛就會越變越細 就會慢慢脫落 用之前看好毛髮就可以了 平時做好部分的保濕 但用的時候就不用在表面上塗任何東西 最好就帶回它的護目鏡去保護眼睛 然後拆電開著它 它會分了三個level和三個mode 第一次建議你先試一檔 如果完全沒有感覺 就可以慢慢用到level 3 這個貼著臉的位置 是會有一些涼涼的冰冰的感覺 因為原來它是有一個快速冷卻的設計 出光口是一個藍寶石的材質 還有一個散熱的系統 令它可以乾溫得快一點 保護皮膚之後就沒那麼容易出傷了 到我們現在的感覺 就算用到level 3 都只有0.01秒 會有一種小小的感覺 因為我和玉奶奶都是做一些比較小的位置 我們喜歡自己控制多一點 所以我們就會用它這個單次的模式 單次的模式就是你把這部機貼在你皮膚上面 它穿了燈就代表它已經完全接觸了皮膚 那你按一下它就會卡一下 而如果你有時要做大一點的範圍 可能你是做手臂啊 underarm啊 那你其實還可以用它一個連續打的模式 放手之後呢 hold著它部機是可以連續打的 其實為什麼它會這麼喜歡用呢 是因為它一直都很想做激光 因為它的毛其實都長得很旺盛 如果它日頭看完鬍出來 到晚上已經有少少黑色會出來的了 那所以如果你說有一部家用的脫毛機給它呢 它是一定會很樂意 拼完鬍子之後就用幾下 我覺得很神奇 家裡就可以做到這種光學的脫毛 而它也是有SGS的認證 這個Airfree呢 它是可以過濾有害和無用的光的 整個產品都是很安全可以放心使用 正常在生長的毛髮位置呢 你用完一個星期之後呢 它是一定會再繼續生出來的 如果你是有保持一個星期是用三次的話呢 第一個星期完了之後呢 本身你那些很硬滑滑的毛 沒有那麼硬啦 還有會比較軟一點 會軟一點點的 如果你真的想那部份的毛脫得乾淨 脫得好看的話 其實它們官方都是建議 頭一至四個星期呢 每個星期都要用至少三次 然後第四至八個星期呢 就是每星期用兩次左右 大家平時那些脫毛療程呢 是不可以跟另一部share的嘛 但是這部呢 可以跟另一部share之外呢 你全身都可以做 真的完全適合 i型人Jay 這部Vlog主要是想大家跟我一起去產件的 因為我這次去做這個產件 醫院是我第一次去 還有是一間大醫院 如無意外 也是我之後會生的醫院來的 所以這次就想邀請大家 跟我一起去這間醫院的產件 其實呢 我都已經叫了一個朋友 Amba跟我一起去的 本身我很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應該下午去吧 但是我約的這個醫生呢 他只有早上有空 是九點鐘 本身我就跟他說 不要緊啊 如果真的好早你來不了 我都不想麻煩他了 因為九點鐘真的很大的考驗 但誰知道他都說不要緊 他不化妝這樣過來 他照陪我做這個產件 是不是這裡呢 應該是這裡 這次是我有了之後呢 第一次來這種大規模的醫院做檢查 就是我們連哪個醫生都穩定 所以我們才要這麼早過來 因為最近的時間 只有這個早上唯一一個時間 Amba來了 剛才我們在第一回合檢查的時候 很搞笑 他問我呢 你想生孩子還是想生女 然後Amba說 可以說的嗎 你們要帶什麼東西嗎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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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最近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跟你男生也可以很可愛 所以我已經真的沒有關係 他說十個裡面有八個都是女生嗎 好像是 韓國人都喜歡生女生 為什麼最近大家都喜歡生女生 中華 好像我們很快樂 這樣就很簡單 大醫院真的很不一樣 之前那些人都不會跟你說出家 他們真的很有經驗的感覺 這個滿溫柔的 對啊 他一直會說 然後拍像很可愛的照片 我說沒關係 但是他一直要堅持拍那個 我就很可愛 我剛剛看到下面有一條東西 就以為 這個是男生的那個 那個醫生立刻說那個只是磁帶 如果是男生那個不是在那個位置 是在下一個 對啊 剛好就是在肚臍 對啊 這個是家裏的咬著 是一尾咬著 有任何的事 這是家裏的 今天我們是二車門的 房間是二車門啦 婚禮太排 好 你好 我就覺得大醫院真的不一樣 每個步驟的人都解釋得很詳細給你聽 第一回合那個人 已經跟我們說了大概要做些什麼檢查 但到第二回合的人又會再跟你說 你今天的檢查是細分了哪些哪些部分 還有剛才每一個步驟幫我照的超聲波 都是跟我之前在普通的三波英卦做的很不同 之前那隻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名字 總之就是要插在你下面進去 這次全部都是不需要除褲的 你直接在塗皮上面 整個畫面整個進行的方法 都是跟我平時看韓劇裡面的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整個感覺 那些人是很尊嚴 很細心 很溫柔 大醫院最大的問題就是很繁忙 Ember也跟我說不是韓國出身率很低嗎 因為出身率低 所以能長的那些人都會去好的醫院 我選的地方全部都是很滿足的 可能因為少人長 少了醫院 所以令到好的醫院更加供不應求 說回我們現在去哪裡 我們現在其實就來了一間Ember 跟我說在我們家附近 有一間很出名很出名的拉麵店 是有一個藝人來吃完之後 就是每個星期六天都要排隊的 到現在都是要排隊 所以我就來了 按了個號碼 剛剛Ember送了這個 這個防脫髮的東西給我 因為她說大肚會脫髮 但如果對我剛才說的U-Light屯毛肌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錯過這個優惠了 用這個優惠碼還可以幫大家省多800元 還有還要送下面五個贈品 除了這五個贈品 現在買的時候加200元就可以有個消毒儀器乾淨又方便收拿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和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我本身有想過我在香港山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我最重要的是 我想坐月的時間 如果我在香港坐月的話 我就要在香港山 如果在韓國坐月的話就是在韓國山 但問題是韓國坐月和香港坐月的文化 真的有點不同 大家應該也有看過韓劇說吃海大湯 但是在香港中醫的角度 就是覺得海大湯是比較良性的 而我看了很多片 都看到香港的陪月 一天過來煮三餐都好像很豐富 很好吃 我研究了很久之後 我真的想來想去 她覺得床掛的設施服務 所有東西都真的很好 唯獨私 我只是卡住了在那個海大湯的位 我想了很久之後 其實我真的無謂卡住了在一樣海大湯上面 我打算去那間不是每餐都是海大湯的 真的不喜歡喝海大湯 可能我想自己煮湯 我其實在香港買些藥材包 我自己煮都可以 但她還有很多其他的湯選擇 所以她說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其實你不要喝海大湯 但其他東西你都可以照顧 而且我其他BB 就是UJU Nana和Mia都在韓國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 如果在香港其實我也會覺得很想念他們 可能我在韓國見到他們的時候 我會更加開心 更加像是我自己的家 所以我最後還是他們不要糾結在這個海大湯上面 又煮的時候 加點煮的時候我拿著把湯煮好 然後放在裡面 OKOK 已經想好了這些東西 好嗎? 是你怎麼知道的 媽媽怎麼知道 是你怎麼知道的 在韓國上 吃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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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的時候